謝謝主席,我們請部長好了 全序部 張部長 張部長 部長,本席其實九月份質詢交通部第一次要求交通部刪除退休月退人員的年中未問金 當時只有工商時報注意到這個問題 接著本席質詢老委會主委的時候 也和他談起退休公務員員年中未問金是否合理 但是是一直到日前審查中央政府總預算質詢陳聰院長的時期 才真正引起社會的矚目 今天在這裡,你也不斷地面臨委員的質詢 詢問,月退休金人員知里年中未問金到底需不需要法員 有沒有法員 部長再說一次,有沒有法員 實際上並沒有法員 沒有法員 在預算裡面,是他措施性的一個 措施性的立法 對,措施性的立法 經過立法部門通過以後 他自然會行的立法部門通過以後 通過以後,這樣行為法律實力 就變成有法律效力 所以變成責任全部在立法委員 也不是責任在這裡 因為立法委員同意就給予他法員 是這個意思 不是,我跟委員幫忙 實際上我研究預算研究20年 你研究預算你要研究憲法 憲法試至282號,你有沒有看過? 試至282跟試至299 他特別說,待遇,受領之待遇,均涉及人民之納稅負擔 自應分別於法律明定期適當之項目及標準 使得去以編列預算之間 你不談這個 你把責任全部推給立法委員 官員實際上 公元實際上 這是在公元基準法我已經明定了 對不起,沒有,還沒過 而且公元基準法你所說的那一條 如果你要把它延伸到退休人員 到時候你又會被我修理 我都很清楚了啦 2994至299 待遇或報酬 無論名稱為何 均涉及人民之納稅負擔 且為國家之重要事項 因釋其職務之性質 分別先以法律規定 適當之項目與標準 使得 則據以編列預算之負之 你不研究憲法 你只研究預算 所以你就把責任推給立法院 說立法委員通過的預算案 就有法律效力 立法委員通過的預算案 也違憲 也違憲 你還要說什麼 我沒意見 沒意見 我尊重委員 壓口無言 我尊重委員 你都尊重委員 你都尊重行政院 本席去韓 要全序部說明 到底年終慰問金 需不需要法源 你的回韓是什麼呢 你的回韓都叫我去問人事總處 你看 部長回韓 有關年終慰問金之發給 是否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 唯一句 見請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橫著該項給予之性質 及發給目的等說明之 你不肯說明 這就是中華民國考試院的全序部部長 好啦 罵你一下 讓你知道 很嚴重 不要這樣 行政院找你了沒 沒有 還沒嗎 都騙我們嗎 說要找考試院嗎 結果現在是什麼 是考試院推給行政院 然後行政院還沒有找考試院嗎 我說的對不對 還在拖啦 好 今天本來本席只處理月退休金者 所資領的年終慰問金 可是今天當 我們在這裡看到你們的預算書 你們的公文送進來 去提到 退休的老國大代表也領三節獎金的時候 我知道今天這個問題會燒起來 所以本來本席不處理的事情 我只好拿出來處理 我這歲還不處理是因為 整個總數還沒有查清楚 總數還沒查清楚的時候 已經查到了一年15億2941萬0328元 三節未問金 總共支領的人數是26萬7103人 這是本席目前所查出來的數字 但是他的數字跟44萬5000多名退休人員的數字差太多了 為什麼會有這種差別 我還在續查 我懷疑這個數字還不是全部的數字 所以本席一直還沒有處理這一塊 我必須知道這一塊到底是誰在領 我才知道如何處理 但是我告訴各位 他不但依法無據 而且呢 事實上三節未問金 是根據行政院60年6月2日行政院韓修正以後發給的 在這個修正裡頭第一條的第二款規定 各機關於每年春節端午及中秋三節 儘可能派員或以韓定慰問退休人員 派員或以韓定去慰問 並著證禮品或禮券 基礎在這裡 法員在這裡 法員是一個行政院的願寒 所以從盡可能是以韓定慰問 或者是直接去慰問 跟著證禮品或禮券 一路下來衍生變為三節禮金 三節慰問金 好 法員是這樣 他該不該理 如果把這個拿掉 有沒有涉及弱勢公務員的照顧 本席告訴大家 沒有 為什麼 因為弱勢公務員的照顧另有制度 什麼制度 就是這整個照護制度的第一條的第四款 跟第五款 已經包含弱勢退休公務人員的照護 第四款規定 退休人員遇有重大疾病者 一經之息 各機關應盡可能派員慰問 即遇婚傷慶吊 並可著證賀禮普怡 可以給予的照顧範圍非常廣大 有重大疾病就趕快去慰問 婚傷慶吊都還可以證賀禮跟電疑 弱勢的照顧在這一款 還有一款是死亡的照顧 退休人員死亡的時候 各機關應該派員著正溥儀 以慰問其遺族 要慰問 如戲單身 無家族在台 應協助料理後事 慰問需要理由 才明服其時 對不對 慰問照護制度 要明服其時 所以在第四款跟第五款 其實已經給予理由 讓弱勢者 尤其遇到生病的退休人員 都有照顧制度了 為什麼還給三節禮金 好 退休人員有三節禮金 限職人員有沒有 沒有 你們有沒有領三節禮金 沒有 限職人員是從有改成沒有的 限職人員其實已經改掉了 來 本席今天告訴部長 我覺得三節慰問金 在我們還沒有查清楚 現在資領的人員 是哪一種類人員的時候 我們暫時不予處理的話 本席還是認為 年終慰問金 無論如何應該予以刪除 為什麼 因為他也不涉及弱勢照顧 第一 領一次退的最弱勢 他們不能領啊 年終慰問金 是只有領月退休金的人 才可以領 真正弱勢退一次退 老農民都是早期一次退 他們反而沒有得領啊 第二 他是所得替代率的外加 而不是內涵 換句話說 公務人員退休計算月 退休金的所得替代率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在95年 給他改成內涵 留他的名字 存其名而去其實 民國95年的時候 改革了 年終慰問金拿掉了 因為把他列入 所得替代率的分子 是內涵的項目 你們99年 馬政府上台 又把他拿掉了 從內涵又改成外加 從內涵又改成外加 所以我也要告訴全國的公務同仁 也全國的人民 今天年終慰問金 他既然是所得替代率的外加項目 他就不涉及弱勢照顧 因為整個月退休金 在我們所得替代率高達70%到90% 或者是85%到95% 所得替代率這麼高的情況之下 還外加的產物 不要去撒狗血 撒狗血才是製造階級對立 用弱勢者 退休後的弱勢者 照顧來包裝 支持年終慰問金的理由 是榆木混珠 因為計算公式出來很清楚 它是所得替代率的外加項目 不是內涵項目 我會遣向我們旅事長說明一下 他實際上95年也是他處理的 95年內涵了 算進來了 這是你們的資料 對嗎 對不對 報告委員 這個95年內涵 是在處理 可以辦理優惠存款的 額度的時候 定下一個公式 對 但是那時候算 算所得替代率把它放進去 所以現在 年終慰問金始終是存在的 對 存在 但是95年的時候 把它放進去計算公式 當分子 所以是什麼 是名存實亡嗎 因為你把它算進去 所得替代率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存其名而去其始 它等於就沒了啦 它是等個計算所得替代率的犯 計算所得 計算退休所得的外加項目 外加項目 好 本席希望我們的社會是一個社群共生 是一個世代共生的社會 今天本席極力在主張要刪除的202億 是在 國家照顧公務人員退休制度 月退休金 加18% 加高所得替代率 情況之下的外加項目 這個項目要刪除 請大家平常心 不要把這種討論污名化 變成是階級對立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 政府機關要快 第三點 我最後主席一分鐘就好 對不起 本席所了解的 我們的公務人員其實是與時拘禁的 早期台灣社會 其實普遍貧困的時候 公務人員的待遇是高於一般人的待遇 所得水平是在社會階層的上層 可是到民國60年70年 台灣經濟起飛的時候 人民都賺錢的時候 公務人員的薪資水平相對變成低了 那個時候 薪資大幅度調高 人民都沒有意見 人民都沒有意見 曾經大幅度調高 回去以後 把當時公務人員薪資調整幅度報告拿給我 從此以後 並且逐年逐年調高 這主席處和人性的種族都有錯 沒有錯 對 我當時調年育調的好幾年 沒有錯 對 所以當社會進步了 公務人員跟著一起調心 當社會走下坡的時候 我覺得 光這筆錢 我們把它拿掉 不是更彰顯 公職人員作為人民保姆 苦民所苦 跟著社會的脈動 做彈性調整的一個正常合理的機制嗎 所以我最後感謝 感謝非常多 自己支領這筆錢的退休人員 打電話在臉書給我鼓勵說 其實他們是支持的 現有的討論 因為政府的拖延讓他們沒有發聲的機會 都誤以為他們不願意讓這筆錢被刪掉 其實很多人告訴我 他們也覺得 時代演進到這裡 我們就與時拘禁 他們贊成支持 我在這裡也公開的感謝他們給我的支持 請大家原諒我 支持我 謝謝